大家好,我是小玉老师 这一节课呢,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啊 大家都比较喜欢的茶叶鸭屎香 我们用它呢,来做这个鸭屎香宝藏茶 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 它所需要用到的一个原材料 一个呢,是我们清淡型的奶精 一个呢,是鸭屎香茶叶啊 然后呢,还需要用到一个安家奶油 然后呢,一个果糖 芋圆 还有一个呢,果粒脆啊 好了,简单的原材料就介绍完了 好了,现在呢,我们开始来教大家 泡这一款鸭屎香茶叶啊 大家呢,仔细的看一下啊 首先呢,我们取个凉杯 在凉杯里面放入20克的啊 鸭屎香茶叶 放完了以后呢,我们接入啊 600毫升的一个废水啊 直接倒入进去 倒入进去了以后呢 我们立马盖上盖子啊 计时10分钟啊 就这样给它焖着啊 然后呢,我们泡这个茶的比例呢 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的比例呢,是1比30比10啊 什么意思 我刚才泡茶呢 用的是20克的茶叶,对吧 它比30的水 就是比600毫升的一个废水啊 然后呢,最后呢 我们比呢,是那个10 10是什么,是一个冰块啊 我们最后呢,加200克的冰块啊 这样子呢,比例啊 大家都知道了啊 然后呢,我们如果是做的多啊 比例呢,放大就可以了啊 好了,现在呢 我们茶叶啊,继续给它泡着 好,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泡茶时间啊 基本上快到了啊 快到了以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啊,再取一个干净的凉杯 然后呢,在凉杯上面啊 放入一个干净的茶袋啊 然后呢,我们继续啊 等它这个时间到 好了,时间到 时间到了以后呢 我们直接啊,把这个茶叶啊 给它过滤上去就可以了啊 我们过滤的时候呢 直接把这个茶袋往上提啊 然后过滤完了以后呢 我们呢,再往这个过滤好的这个茶汤里面 加入200克的冰块啊 给它搅拌均匀啊 就可以了 好,现在茶汤呢 我们全部搞好了啊 泡好了以后呢 我们这个放到旁边啊 给它备用啊 现在呢,我们开始来做啊 这一款奶茶啊 我们首先呢 取一个700毫升的杯子啊 我们在700毫升的杯子里面啊 加入我们两勺浴园啊 给它备用啊 我们我们取的是700毫升杯子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取一个500毫升的雪壳杯 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啊 这个时候取的是500的雪壳杯 我们做奶茶呢 只做500毫升啊 我们在这个雪壳杯里面啊 放入40克的啊 清淡型奶精 然后呢 加入少量的热水啊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了以后呢 我们啊 加入我们泡好了这个鸭屎香的茶汤啊 150毫升 然后呢 我们再加入啊 一个20毫升的果糖啊 然后呢 都加入完了以后啊 我们加入大量的热水啊 和少量的冷水啊 到达500毫升啊 就可以了 好 我们补水啊 补到500毫升的以后呢 它这个整体这个奶茶是非常热的啊 然后呢 我们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奶茶直接倒入到我们这个700毫升的出品杯中啊 就可以了 好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倒入进去了以后呢 不满杯 对吧 但是呢 已经快满杯了 大概在九分满的样子 然后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在上面啊 打入一圈啊 我们的这个奶油顶啊 打入一圈奶油顶 打入完一圈奶油顶了以后呢 我们最后啊 在上面撒上我们的果粒脆啊 就可以了 大家呢 如果没有果粒脆的也没有事啊 你可以放入一些核桃碎啊 碧根果碎啊 都可以啊 只要作为装饰啊 就可以了 好了 大家看一下 这样我们一杯呢 简单好喝的鸭屎香宝藏茶啊 就做好了 好了 这一堂课呢 我讲解的也是比较详细的啊 大家呢 有任何不懂的都可以问我 伴助我 让你做更多的奶茶饮品